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专门关注的科技界的各类资讯和消息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频道 这几天是中国的高考日 但就在本周一上海复旦大学发生一起砍人事件 该校数学学院的江姓教师已因不满工作 迟到江数学学院网姓书记割后死亡 现场非常惨烈 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发布 紧急通报称6月7日14时52分 上海市杨浦区寒丹路某大学发生一起持刀行凶案件 犯罪嫌疑人江某男39岁该校教师已经被抓捕 被害人王某男49岁系江某同事已经死亡 江某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怀恨在心 顾对其实施侵害 江某目前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官方没有通报大学的名称 但知情网友披露案件发生地为复旦大学的数学学院 公开信息显示复旦大学的主校区就在杨浦区的寒淡路 有网友披露犯罪嫌疑人江某是复旦大学教师 被杀的是数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有珍 被凶手持利刃割喉 当场死亡 现场极度惨烈 有网友披露该案的杀人动机称 该嫌疑人是引进人才 当初到复旦约定六年为期考核科研任务 不达标就解雇 书记代表学院在6月7日宣布了解雇决定 网友发布的视频也显示 持刀杀人的嫌犯在警方控制中 警察当场对嫌犯进行了审讯 嫌犯自称杀人动机是因为长期受到院方陷害和恶劣对待 目前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官网已经无法打开 显示网站在维护中 有网友根据公开的资料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发现姜某高考后于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读本科 本科期间表现非常不错 本科毕业后进入了专业排名22名的 美国罗格斯大学数学系读博 2009年毕业 毕业后发表了多篇论文 先是在苏州大学任教 后来又回到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继日本运送疫苗援助台湾之后 美国三名参议员在本周末率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食人团 三小时闪电式访台并宣布捐赠75万剂疫苗 其料事件主角不是疫苗 也不是那三位美国参议员 而是那运载美国人的航空器 C-17战略战术运输机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架编号5105的C-17A全球霸王三型战略运输机 是目前美国现役的大型主力运输机 具备短长起降能力 能适应多种机场跑道 其优秀的巡航能力与运步能力 使C-17成为美军海外作战常使用的战略运输机 这不是美国军机首次降落在台湾 但相信是断交之后首次不宜人道救援迫降等理由抵台 2009年莫拉克台风席台 美国军方曾派运输机运送救难物资到台湾 2015年美国两架F-18战机 据称因机舰故障迫降台南机场 次日美国又派了一架C-130运输机 携带维修工具附台 综合台媒报道 在这三位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 苏利文和昆斯的C-17运输机 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起飞 在周六早上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 这架C-17的机身上清楚地写着 美国空军几个字样 但在台湾的民航通报中 美军航班由美国在台协会 AIT一惯例申请为AIT商务级来台 美国访问团只在松山空置部机场逗留了三个小时 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外交部长吴卓谢亲自接见 在战争中受重伤而必须使用轮椅的参议员达克沃斯说 自己因为家人的因素特别想来台湾 他的母亲的家族原本在广东潮州生活 为了逃离政治压迫才徒步来到台国 他和他的家人都知道自由的代价 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认为 美国此举具备特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他表示此架C-17隶属于美军15空运联队 驻地为夏威夷的西肯空军基地 该联队同时操作C-40等行政专机 但美参议员却搭载战略运输机访台 其军事意义在与落实台美军事合作 特别是战术执行层面的操作共通性 他还说依照美国空军的资料 尽管美韩有协防条约 美军C-17也多次参与美韩演习 但美军的C-17方于今年5月才首次降落 韩国大丘国际机场 以熟悉此军民共用机场的特性 而台湾的松山机场与韩国大丘机场一样 都是军民两用机场 苏子云认为 在政治上 解放军军机在6月1日进入马来西亚空域 其中包括运20运输机 不仅引来马国严重抗议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维巴赫 在6月4日也公开谴责大陆军机 逼近马来西亚及台湾 日升高紧张态势且破坏稳定发展 美国军机C-17降落松山 可谓是贺阻北京的强烈信号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 荣誉教授陈一新分析称 美国派遣战略运输机来台的战略意涵 更加强烈 似乎向北京暗示 大陆预示派遣军机扰台 美国就越会力挺台湾 在他看来 三位参议员此时访台 不仅是雪中送炭宣布捐赠疫苗 更有为蔡政府解威的政治意涵 美国让C-17降落在台湾 在两岸引发连串口水仗 及各种军事及战略解读 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恐怕只有美国自己最清楚 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根据台湾民航公司日前航班通报 美国此行原另有两架C-12运输机随行 但实际抵台的仅有C-17 另据中国时报昨天报道 解放军军机在台海没有针对性操作演练 民间航机追踪APP也显示 两岸战机均未出海 所以中美是事先有通缉 还是双方有默契 目前不得而知 那么来到下一条消息 当防疫措施发挥作用时 它可能同时也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即成功的预防措施 会使疫情看起来没那么严重 一些人因此觉得这种病毒 实际上并不危险 采取严格防疫措施是没有意义的 防疫措施的成功 有时会激起社会的不信任 甚至是排斥情绪 一年多以来 反对德国新冠疫情 限制措施的示威中 不乏出现这样的声音 无论是潜在的不信任 公开的拒绝 抑或是凭空捏造出一场 疫情的阴谋论说法 都只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 政策制定者和科研人士 都在夸大其词 采取了过激的保护措施 病毒不像他们声称的那么危险 哈勒大学心理学家沃尔夫解释说 防疫的成功 即没有像意大利北部 印度和巴西那样 出现了大幅的死亡人数 因为它在德国没有出现 让这些人并不觉得 是防疫措施的功劳 而是觉得这种病毒 实际上并不危险 采取严格的措施 是没有意义的 而成功的预防措施 会使疫情看起来不那么严重 也因为如此 一些人对这些措施的 接受程度并不高 民众的疫苗意愿 也受到预防悖论的影响 这种病毒看起来越不危险 接种新疫苗 就愈发显得没有意义 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病学家 罗斯首次提出了这种说法 他发现能够为全体公民 带来的保护措施 对个人 尤其是低风险人群来说 带来的益处反而很少 这意味着我们都要遵守规定 即便最后只有高风险群体 会因此受益 在新冠危机期间 过去几个月的呼吁是 年轻人 为了你们年迈的家人 请待在家中 大多数年轻人也是这么做的 疫情也因此得到缓解 但是即便是感染率极高 对于许多人来说 危险也只是抽象的东西 沃尔夫说大多数人还是健康的 因为他们没有感染病毒 同时他们必须坚持采取措施 不能见朋友 不能去学校 在家里办公 一切以防疫为主 想象一下 遵守严格的措施 去防止潜在的未来 对人们来说是很难的 就像面对气候变化一样 许多人发现 很难在现在放弃一些东西 去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 沃尔夫还指出 自新冠大流行病以来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就是德国民众的情绪 他们非常疲惫 这是一种疲惫和愤怒的混合情绪 那么怎么样才能防止人们 因为预防悖论而变得不重视 新冠危机 引发新一波的疫情呢 沃尔夫说 要提高人们继续保持防疫的积极性 必须满足某些因素 威胁等级必须是高的 而且人们还必须感受到潜在影响 认为这种疾病是严重的 不过他也指出 永久的煽动恐惧 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我们来到下集消息 来关注SpaceX的竞争对手蓝色奇缘 他们的老板为了宣传自家的火箭 决定亲自搭乘 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佐斯 在本周一说 他将在7月20日 搭乘他的太空公司蓝色奇缘 制造的火箭飞往太空 贝佐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从5岁开始 我就梦想着去太空旅行 在7月20日 我将和我的弟弟一起踏上这段旅程 另外蓝色奇缘早先开放 拍卖一个座位 让德标者乘坐火箭进行太空之旅 第一轮拍卖上个月结束 公司表示已经收到来自136个国家的 5200多名竞标者投标 但他们没有透露该轮的最高出价 根据蓝色奇缘网站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轮拍卖中的 最高出价为280万美元 这一轮的拍卖将持续到6月10日 并将于6月12日进入最后阶段 届时将进行现场的在线拍卖 蓝色奇缘将于7月20日 在其航天器上首次进行 亚轨道观光之旅 这是开创私人商业太空旅行竞争的 一个里程碑时刻 路透社曾在2018年报道 蓝色奇缘在评估了竞争对手 亿万富翁布兰森旗下 维珍银河公司的相关计划等因素之后 计划向乘客收取 每人至少20万美元的费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 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